你现在所看到这个行车进入器画面是在今天的凌晨一点多 这名驾驶行驶在高雄岗山的和华路上 那么它的时速相当的快 是150公里起跳 而且是越开越快 最后飙到了155 撞上了一整排的三角锥 车子撞进去的地方 其实是要拼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 明天即将举办的造势活动的舞台 这一撞损坏了搭好的舞台 而且车子就卡在阴架下方 那么仔细来看这个地方 其实主办单位在搭好了舞台之后 在舞台的后方已经保持一段的距离 放了三角锥 还有一些临时的护栏来警戒 不过这名驾驶当时是在酒驾的状况 就这样撞了进来 那么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这名男子他的下巴受伤 不过伤势还算是相当的稳定 今期送医之后已经没有大碍 不过他酒测值高达1.08 已经严重的超标 东三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我们的世界总让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们的新闻带给您耳目一新 随着世界局势的紧张 也让通膨压力更加扩大 能源以及粮食危机 已经冲击到了亚洲金融 极端信号比想象中更加靠近 您感受到了吗 关注及跟上陈吟的脚步 抵达不齐而喻的国度 从容 亲力 您最完美的选择 东森世界日报